说到艺术了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对情侣呢 南方小长对表演极为痴狂 好的演员是戏如人生 而小长是人生如戏 他已经分不清自己的生活和戏剧 有什么差别 他过得像戏一样的生活 这样的生活能过好吗 你们俩来这干嘛来了 就是来解决我们俩矛盾 什么矛盾呢 他现在一直追求他的明星梦 然后不务正义 想当明星是吧 不是想当明星 是喜欢表演 我觉得生活中 每一个地方都是我表演的舞台 可是平时你也太过于疯狂了 就随便看一个电视 他就演起来 而是演特别过分 Lody经常就找上来了 我喜欢表演 我下回家 包括我们俩之前看那个 太太尼克号 我也就入进去了 就回家做立体 是我也喊呢 Oh Rose 我又学那个杰克里面的 我都学了 可是真的我又入戏 我喜欢表演在这 如果我不喜欢 我又不会这样 是那件事更不能提 太太尼克号 跟他一块去看 看过了之后 然后他在电影院 就哭得细哗哗啦的 大概有一兜的纸吧 就那一包纸 全都被他哭卖 然后人们都起来看 他就谁也在哭 然后一看 竟然他是一个男孩 他还失声痛哭啊 对 自己哭出烟来了 你知道吗 特别的哭啊 一个好演员 就是可以再现一些东西的 你当时是怎么哭的 你给我再现一下 当时那点就是 杰克对肉丝 就是那个肉丝 在那个板子上 鱼腔肉丝吗 就是当时杰克就是 在撑在海里 然后对他说一句话 我就已经入境了 说的哪一句话 就是那没有了我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你好好活下去 然后再加上他那个音乐 真的挺感动的 当然他也哭 但是他没有哭的恋 咱就赶紧逃离这儿 要不然咱就会被淹死了 就完全 他现在就是有病 疯狂了 就疯狂了 你从什么时候 开始喜欢表演的呢 我小时候就挺不爱说话的 你知道吗 你不爱说话 对我不爱说话 小时候 因为我 从小时候我妈长大 没有爸爸 然后那阵呢 单亲上 对对 不爱说话 知道有一次就是 老实际上表演节目嘛 那阵我特爱看 那个《红星闪闪》 里面有个胡汉三 你知道吗 胡汉三我知道 就那个 你怎么喜欢演胡汉三呢 因为他的那个经典 台词挺好玩的嘛 然后我就爱学他那句话 父老乡亲们 你们哪想到吧 我胡汉三今天回来了 当初你们谁吃了我的 都给我吐出来 谁拿了我的 都给我还回来 如今欠我账的 咱们一笔一笔的接着算 也是就是因为这段话 然后当时 包括他吧 他也对我 对我刚才在一个班嘛 就是从小 从小我们都是在一个班 小学在一个班 然后初中又考一个班 他那一阵就演完这个之后 老师就觉得 哎那么一内向的 小孩竟然可以表现得这么好 也是觉得挺惊讶的 从那以后 他就是整个人就变了 变了 内向了 跟每个人都特别谈得来 然后也挺爱表演的那种 这种人都特别谈得来